因為藍尾 陳玉珍 陳雪生 提了一個法案 然後昨天也引起大家的 哇 下巴又快掉下來了 離島建設條例 打算要繞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可以這樣搞喔 所以以後離島就變成一個自經區 時間不夠 快一點 上禮拜有一個叫陳柏惟的 去香港提示你被抓 我就在臉書上發一篇說 你如果叫陳柏惟會被抓的話 建議姓陳的男的改名叫陳雪生 陳女的改名叫陳玉珍 結果講完之後 他們兩個就手牽手 手砍起來就跑去提案了 提什麼 提離島條例 離島條例目的就是說 我們是離島 所以我們的器械 技術 工程 材料 可以用這個 可以離島自行採購 所謂的中國地區 大陸地區的東西 那事實上是我們先用 新法跟舊法的差別 現在可不可以買 現在就可以買 但是現在有兩關要過 第一個叫做陸委會 陸委會就是管兩岸關係的 第二個叫做國安單位 比如說什麼資通訊器材 然後阿兵哥的東西你不能買 所以現在可不可以買 現在就可以買 但是要經過陸委會跟國安單位 那請問各位大家覺得 有沒有這兩個單位審查的必要 我認為有 好 那他們修了這個法之後 這兩個單位就不審了 所以這前新舊法最大的差別 因為我們講離島條例說 離島以前都不可以 他們買中國的東西 這樣要放比較自由 不是現在就可以買了 他會繞過的是國安跟陸委會 所以他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我們原本台灣的採購 不管是台澎金碼的採購 我們可能本來有一套規則 那他現在修這個條例 就是把所有的規則都抽掉 然後看是當地的立委 還是當地的縣政府 可以直接當老大 這個其實就是地方繞過中央的修法 最核心的目的是這樣 那你說最近那個 我們跟中國的關係好嗎 不是前一陣子才被扣傳 那不是年初的時候才三五漁船的事情 那你看看當時 陳毅臻對這兩件事情的態度 三五漁船的時候 他說是我們 講的好像是我們的問題 是我們去撞人家 人不回來他不敢譴責中國 那等到中國來抓我們漁船的時候 又變成是我們的問題 他還是不敢說叫中國放人 所以在金門那邊 前一陣子為了年初的事情 我們抓他的三五漁船導致翻覆 他說金門縣府昨天才去泉州送錢 昨天 結果澎湖的漁船被中國扣留 地方說 這地方說都擺一捐了 你看看這個報導 這個插頭的 不管它是什麼顏色 但它至少一定就不是偏台灣這邊的 然後說你去送錢 所以地方說都擺一捐了 都擺捐了 你們叫我快一點 對 但你演得很好笑 不是我覺得 無論怎樣的法 你都不可以繞過國家安全這個防線 你弄了這個條例 然後呢 通通能散的通通都散過 而且陳玉珍是怎麼樣對待中國 不是前不久有一個金門調客 然後就被對方抓走 抓到現在不肯放人 然後就說 因為他有軍職的背景 所以就不肯放 然後呢 陳玉珍去看了 去探視了 然後說什麼 回來說什麼 說中國對他很好 他養胖了呢 他胖了兩公斤呢 吃好睡好 不是啊 你要讓他們 叫他回來啊 叫他們放回來 哪有人家這樣子 一直在幫對岸說話說 照顧得很好 像話嗎 那這道謊 是不是 ... 老婆 你看